霍庸 你在看何处 月影黄沙 暗河迎环 这就是于田国的那位国主向你所指明之处 确实此地 汉帝身边的那李夫人费尽心思将你我驱离 倒叫我等在这大漠中遇上了于田国主 倒是意外之喜 若无他相助 想要寻到这地脉节点 却不知又需耗费多少时日 地脉节点 传说混沌盘古所化的地脉 当真映着天药 能凝出新药之力 须得一事方能知晓 冥界与我们所来之幽界全然不同 我等虽在战国之时道德此界 却也未能完全知晓此间之谜 此番观这楼兰虽无甚特意之处 但想那于田国主行动不凡 所指之处当不会与我们所找的地脉节点相差太远 那国主总对你存了分探究 你我打听地脉之事 从未直白言说 为何此人却像早有预料 冰礼 此人当不是你我之敌 即使是那也仅是樊区 百年后不过沙尘一捧 无需为此烦心 不若先行探查一番 也好知这楼兰究竟有何特别 好好好 此物甚好 想是能助我成就一方霸业 这大王 此物乃墨家流亡期间传来此处 墨家被驱离 与此等机桥不无关联 此物势必不详 我楼兰国不过方寸 人不过万鱼 大漠绿洲 通躯之地所安 也以万幸之志 其余之事已万不可望求 此言差矣 人力所及之事 谈何妄求 护驾 放肆 竟胆敢在王前拔剑 大胆 暗人常言道 有鹏子远方来 不亦悦乎 酷炸 即使有人前来 不妨叫他们来试试 这些墨家机巧 哈哈哈哈 周天子末时已成往事 百家不在 竟在此又见此物 到真是意料之外 并离 是 不会再让此等死会之物入你眼 好 这是我的一样神机车 那我一直有放就对了 你们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龙兰王 你可知此类精妙机关 出自何处 既下学功 巨子 巨子论剑 论剑 置以渤海 纵以长山 训以武行 论以行德 但于阴阳 不晃春秋 万物之旭 各依其法 天地有行 寻即归之 草木为剑 持于手 查刑事突刺 甲咒进破 无剑 论定事序 你 究竟是何人 远方来客 祝国主你 成就罢业 你我不是只来自探查 你怎突然改变了主意 你可是已看出什么特殊之处了 但此处不日将成地脉结点 确为实事 届时 天地二脉轮转之点 将交汇于此 这里将成生与死的交汇点 想来流淌的生死交还 当能成力量 带动九天魂洞仪的运转 霍佣 生与 死 死 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冰璃 死或许才是生的起点吧 轮回 想来与你我了无干系 便是这天地尽数成灰 但 想来蛙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届时要如何才好 不论如何 这都是你我的使命 不过想来 你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毕竟山海光明之后 蛙黄肆意发觉什么 将神识投入轮回 不过 他不会发现这里的 此处乃传说之中的猛似 古神运落 蛙黄定不愿来赐 何况我们可以用楼兰为烟幕